大爆了 整个车打滑了 打滑了 有机会能打下来哦 打了枪头 两枪 漂亮 老卢啊 哇 这车 磨出火星子了都 来了 这边是直接撞过来了 SQ抓住了时机 那进点小鬼碰到了一个 这波 队友来了 狠狠压力 漂亮这片小鬼的出手 但是这把手雷扎倒了 还能继续输出 二换二不着急 现在先给线同志物 侧翼有枪线去干扰SQ SQ往前压了 这波没打过 捕枪的很大 捕伤了 但是自己血量特别少 小五 打血 稳住 黄盛丽的话也是半血 所以说他也不敢冒然往前走 小五 打的枪头 哎呀 被妮娃皮戳了一枪头 对边 漂亮 这个 拿到那枪线 是的 是的 让SQ可以扶 SQ只能扶一个了吧 苏九还能扶 让苏九爬一爬 但周边差太多了 现在的话这事情已经是过来了 PM跟过来了 他们也趁着打架的时候 拿到了SQ刚才分踩的这个围墙房 你说SQ知不知道这是17 这个肯定是知道的 我感觉他有预感 要不然说 而且这个的确当时小北踩的位置 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嗯 顶顶费子 哦 想溜 溜不掉 正面直接被接下 直接打了 队师才在开车在溜 但自己血量很低了 需要找一个安全的位置打血 对 这两个队伍 这边队友扣下人了 费子想要解决 金宝又长事情的干拉出来一颗手雷 并没有成效 找到了一个炮龙能打血 还能给队友架一下枪 韩国坡的队伍的枪线 达达瓦的枪线也来了 十二公山的枪线也来了 这个信息有没有 被抓到了 证明有没有实战开始进攻 两个人的紧火雷 看一下效果 这个烟雷弹也封起来了 可以尝试去贴一贴 又炸倒一个 主温 只剩最后一人了 还剩金宝 而且这个烟是费子封的 这个烟很有可能成为对手的进攻 烟雷弹 呃 光头哥还是先回去了 哇 今年已经顶过来了 过点被抓到 哇 这个干拉是什么意思啊 感受到了金宝游戏的乐趣 受到了传染 被打了个破点 哇 这惨啊 Twistman的被打达瓦 侧面拉开枪线 再不走的话就要被 要不得知啊 随便拉枪线 又留下一个 打达瓦这个枪线角度 直接被把这个Twistman的拉扯麻了 对 Twistman的分数好像 58分了哦 嗯 那还好 那还可以的 对 58 yes 赶紧走啊 正面还在打 费子这两个人非常的顽强 反观这个AI的话 其实有点 想多塌了 旺仔的一个补枪 哎 补上枪了 那近点 哎 又来人了 这波 层面没有打掉 血量不高 但是这颗雷 在怀里的 在怀里的没有听 听可能 刚才应该有很多的道具 影响到了 而另外这边的话 天爷也是开始进攻了 费子化身两个人 这个楼上楼下的一个双架 那有大量烟雾 但封锁式 也包括整个楼道 都是封了烟的 这波啊 这波GS也被拖住了 他也没过去敲 由于这局的话 这个圈形太过极限 导致圈面分分太多了 咖啡楼这一侧的话 GX4M的话是互相在换 因为Happy 这波也是要来清理战场的 直接拉过来 去拿到这边的分数 明明这一波 已经是放倒一人 继续在这个楼上去清 那应该是 没有什么态度问题的 好 3秒留了 低电影下 白白 这个也是 有船吗 好像有一个 嗯 牛APP能控住这个桥的话 他还是 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上 有见过 就是天霸在这个点被接过车 居然有这么多队伍去绕东部啊 我看到那个大体图上 打纳瓦也是绕的东边 他现在来一下 再拿点分数 可以 很快速的补枪啊 换一个可以 因为现在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被动的局面 过点被抓到 急停 切的 水也没排干净 三门被发现 三门这边对 刚登岛就被发现了 还是被这个震男找到了 对的 震男一直在盯他 是的 震男的话也是一个人啊 这边是刚好到了这个 桥中段 而另外一侧 择心情 有老六 一堆老六 震男连续到第两人 第外这一条线 直接把他们卡蒙了 这六麻了 这个 他打了一个 但是后续补枪能不能补上 可以啊 在漏过两把枪以后啊 正面 PM打回来了一点 再加上远点的一个枪线的影响 震男又K了一分 但是这吹的还是守了下来 牺牲了一个人的代价 成功的收下了满边PM 快扭 是的 但是下一个阶段 如何上到岛上也是有问题的 虽然是保持了三人编制 但刚刚找机会登岛的队伍有这个STK Sunsetter是第一个登岛的队伍 然后打Nava 然后PTG都是已经到了这个岛上 对 那现在这个DM想过来 我觉得是难上加难 他想游泳不太现实了 STK肯定会看住海岸线 小将获胜 是的 北部已经掰完了 大 得先处理震男 震男处理掉 要大点处理 处理掉之后 现在看身后 小心身后 那个渔村的队伍 他可能会开车过来 他们真开船了 他有船 激活掉了 你这顶着枪线来 这是 就来一个 那没了 这PENTA直接拉出来打他了 只剩一个 这最后也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被换神成功收下 在阶段四的时候 场上还有22名队员 明明 哦呦 AWM 是的 声音很动听啊 能补吗 吸到了PARTQRT 但倒在的是半坡上的位置 有两颗烟丢过来 蓝圈里面还有人 炸到就有 票 独房 也不是独房 就两个方区那个 更 靠近圈边的那个方区 没人的话 可以拉一个角度过去 哦 天马七七还在啊 这局 独拉头那边可能会有一波急火 就是PTG的话 要先处理 New Happy那个反坡 而且STK刚刚也是吃到了 New Happy那次的强行 也可能会从 侧翼夹击过来 第一时间处理桥头了 STK也是基本落位了 嗯 知道 这也是因为PTG刚好他的那个位置 是被切走了 但只能够往桥头的这个反明 没找到人 你在哪儿呢 看到了 这边明星出手 Vicky的倒了 三倍 有雷吗 还有两颗 有雷 这边可以炸 漂亮 南娜 侧面加油枪线 倒两个了 PTG这波 又倒一个 最后一个人是在STK脸上 禁点威胁也没有了 他可以把淘汰拿到之后 补充一下物资 然后去推这个坡 是的 他至少 不是一个被夹击的状态 对 就这个白圈的边 刚好是STK可以控到的 对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东边打达马那个反坡 刚好能看到明明他们踩上了 那个坡的侧身 你看就很头疼 周平安这个点 他在低一点还行 明明刚才那个位置 他要踩上了 最后还是没办法 全行 全行还是没有照顾一点点 哪怕能给一点点机会吧 是的 其实 来 DK位置 他 他后边没人啊 哎 有了6 打两个吧 不 可以看了这部还能够 打个包还能补 趁火打劫 那你们就还是被淘汰了 是的 第一名第二名都是98分 我打三个 要穿了出事了 5分 看他把力也开了 打纳瓦也出这种事情 我STK一看这种情况 全员压进 PTG就剩一个 黑卡绿直接被清掉 一卡绿还说 听说你们是PK唯一种的队伍 是这样吗 内战换神 Africa里面出来的队员是吗 是的 追不上啊 这 打他把侧面抽了两枪 这七七出不去了 不给分了 被蓝圈收下了 还行 手儿倒地了 这边是Vegas的出手 手儿连头也没 腰部弹也封了差不多了 这次肯定已经进不来了 这边就是看是哪个队把这个分给K了 又是Vegas OK 也有可能把人扶起来就不给分了 对 理智一点就不给分了 这个 腰部弹也没了 不给分了 六 再操作一下 走了走了走了 五队友 有点东西 五队友烧自己 好的 最后的这个队员圈是一个四打三 ST可以跟 抱一下 那就帮忙看一眼 好像感觉到了 听到脚步声了 直接秒 三打三 爆速 雷火 这边的话有很多投资物 他要叫我雷 好 补掉先 先补掉 补掉就可以 三打三 Vegas 直接爬下 今天倒了一个 还有伞吗 这个位置有个伞很好打 那这个机会就不大了 高点枪线也快到位了 马上 有伞白打 OK 打一个 把人补掉 有分就拿 不要考虑救人了 烟雾弹还挺多的 六颗烟雾弹 真能救一下可能 能续 能续 对 可以救 对面如果没有雷的话 真扔过来了 哇 没时间打药 下斜坡 滚了两下 炸了16点血 鲍尔不打了 直接要填压 腰弹还有时间 还能打个药 好了 已经脱离掩体了 听到了声音 长时间的穿烟 打了可闪 还是STK 成功拿下 是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